在这里我们再看看纳瓦罗参加福克斯 你看他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对这一些中共的这种流氓行径 美国政府官员主持人说 跟中共国干员举行的一个会晤 这第一场会晤变得非常激烈 今天参加节目的前白宫贸易顾纳瓦罗先生 将跟我们一起分析 这次会晤表明了些什么 他说我们已经看到 国务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会晤了 前来的中共国官员 但突然之间 中共国官员就当着他们的面大放厥词 听过翻译的都明白这一点 您怎么看 阿拉斯加会晤是完全搞砸的会谈 中共国不是仅仅让美国丢了脸 而是完全将萨利文和布林克的脸面拨下来了 我认为拜登应该立即让这两个人回去 我想说我在还认知白宫时期 就在同样的谈判桌上跟中共国同一帮人会晤超过了十次 无论在北京华盛顿还是在大阪布林 诺斯埃利斯 他们根本不敢这样跟我或者莱德西泽讲话 更别提跟美国总统用这样的态度 看到没有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胆敢做任何这样嚣张的行为 我们就会再实施一个千亿美元的关税制裁 另一件事情是当中国共产党的小混混 泰格洋开始他对我们国务卿进行道德平等的说教使 也就是用其国内集中营对比美国种族歧视的时候 布林克本该做的是站起来 一把提起萨利文的脖子转身离开会场 让这帮小混混回到北京见他的屠夫主子 让他们搭上回到北京的飞机 这是五级火警 五级火警警报状态 因为这将我们跟中共国关系摆上了坎坷的路途上 而还有一件将要发生的事情是 拜登想要针对俄罗斯这个脚吐哭 但这是中共国发生的干涨性 因为中共国比俄罗斯危险千万倍 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行动保持前后一致 并且中共一整套关于种族歧视的说教 都是由CNN扎克伯格等左翼媒体养大的说辞 这帮家伙基本上在摧坏这个国家 他们已经摧坏了川普总统 而现在这一切的代价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表演 同时他们将正将新疆的人放进集中 在西藏进行种族大清洗 而在香港催火民主现在又对台湾虎世代的 而我们得密切关注这一世代发展 我认为当一切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想起十级警报 我想没有能比您更了解 因为您主持人说 您是跟他们在同样的桌上会谈过 非常感谢纳尔罗先生参与节目 这里头纳尔罗说这个绝对有资格